我们现在来看 民法典对于 网络侵权逼封港原则当中的 反通知规则的规定 那么原来 侵权责任法这一部分是没有规定的 那后来电子商务法做了一个规定 那我们这一部分呢 大体生和电子商务法的规定相似 那么里头有一点点地方 有不同的地方 这个条文呢 第一款规定 网络用户接到转送的通知后 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 提交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 声明应当包括 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初步证据 这个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我们提出主张 通知权的那个人 通知权的这个人 他提出来了通知 说要采取必要措施 那网络服务提供者 就要把这个通知转送给这个网络用户 发表信息这个网络用户 那这个网络用户呢 接到这个通知以后 他享有一个反通知权 可以行使这个反通知权 就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 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 这就行使反通知权 那么一个通知权 一个通知权 反通知权 这两个权力构成一体 能够平衡网络上的 表达自由的利益 我们过去仅仅规定了这个通知权 对反通知权没有规定 那就是对这一方向有权利 人家那边在网络上一发帖 你就说清权 清权就给删除了 被删除那个人一点 维护自己权利的办法都没有 就只能一方面去采取措施 另一方面没有任何法律救济的手段 所以通知权和反通知权 它们之间必须是平衡的 两个权利配置到一起 才能维护表达自由的利益平衡 所以这一部分特别的重要 所以这一部分呢 讲的就是讲的这个部分 那么反通知权也是一个权利 那么反通知权的义务人是谁呢 就是也是网络服务提供者 那就说我是那个网络用户 我发帖以后被人家说清权 然后就给删除了 那我得到通知以后 我就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 去提交一个 我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 这就形式反通知权了 那么这个声明当中呢 应当包括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初步证据 也是要有证据 我说不侵权我也得有证据 你说我侵权也要有初步证据 当然不是全部证据 能达到法院认定事实的那个标准 达不到那个 就初步证据 初步证据大概 就是可能一般的可能性标准 我只要提供个证据说 有可能是侵权 这就够了 这是讲行使反通知权的方法 下面是说网络服务提供者 接到了这个反通知的这个声明以后 他应该怎么做和双方当事人怎么去做 那就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声明以后 应当将该声明转送给发出通知的权利人 你不是通知权人吗 你通知我要删除 我现在删除了 那么现在也反通知权 说人家不删除 人家不侵权 那这时候要把这个通知转送给这个通知权人 那么通知权人告诉他 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 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就是反通知权行使的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转送了这个声明以后呢 他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 也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不是说你通知我就反通知 我反通知以后 我还要通知 不是这样的 说你删除 我反对删除 恢复 那然后我还让他删除 不是这样 就一轮 他通知了 我反通知 反通知以后就告诉你 你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你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就行了 那么 如果通知权认为 仍然认为这是侵权的 那你就去投诉去咯 你就向法院去起诉咯 法院去判决 够不够成侵权 你就别来找网络服务提供者了 那么网络服务提供者 在转送声明 到达权利人后的合理期限 人家说反通知 说人家不侵权 我把这个东西告诉你 告诉你以后 你有个合理期间 你要去向起诉 要投诉 还有合理期间 你在合理期间内 你要去投诉 你需要起诉 没有收到 就在这个合理期间当中 没有收到权利人已经投诉 或者提起输送通知的 网络服务提供者 就该删除就给恢复了 屏蔽的就恢复屏蔽 取消屏蔽呀 断开链接就给人家接上了 这就是反通知权行使的最后的结果 那最后结果就是这样 先给你15天时间 你去起诉去投诉 那15天之内 你也没有向我通知报告说 你已经投诉 你已经起诉 那我就给人家删除的 给人家屏蔽的 给人家断开链接都给恢复了 这个里头呢 也有一个不确定的一个概念 就是合理期限 这个合理期限是多少啊 原来这个条文本来写的就是15天 那么这个15天呢 是学的电子商务法 电子商务法说这反通知就是15天 那就规定15天 那然后呢 就有人就提出这15天 是不是太短了 后来我们都说 这个事件不短 刚刚好 再长了就不好了 你限制人家言论自由啊 结果一提这个意见 那么法律就改过了 就把15天改成了 现在这个合理期限 我觉得这个合理期限 仍然还是按15天掌握比较好 就是我们民法典这个没有规定 但是电子商务法规定 反通知就是15天啊 那当然可以缠照 这一部分规定的呢 就是反通知规则